大家好 你好 你好 你先坐下 给我介绍吧 好 我叫耶果 来自乌克兰 今年25岁 然后呢 刚在中国的时候呢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来北京 做主持人 做演员 然后我梦想 差不多实现了 我到了北京 但是我在天津 做主持人 离北京不太远 不太远 北京是我的地盘了 你就在天津 好好待着吧 挺好的 大家听到了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还有一个小梦想 就是我乌克兰 就是我住的那个假乡 乌克兰 我父母特别的想来 想来中国 没来过呢 他们没有来过 然后呢 我一直想就是 把他们带过来 带父母来 但是没有机会 资金也其实一个小问题 差点钱 那我们就祝福耶果 多喜庆的名字 谢谢 祝福你梦想 来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 大集 来 来吧 那我们开始挑战 闭上门 请按下门铃 好 去吧 那我先走了 再见啊 早点回来 那我先走了 我轻轻地走 真如你 轻轻地来 你别看观众了 没关系 怎么一下就这样啊 什么意思啊 怎么一滴 哪样了 不对 不对 靠谱点 我知道谁唱的 谁唱的 灯绿军 是吗 哦 那就不知道是谁 在水利方 在水利方 在水 水利方 不是 在鸟巢还是在水利方 水利方 那个时候没有 那个时候没有 在水利方 应该是一吧 在水利方到底 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集 耶 水利方 一口七七百五 你里有为佳人 靠水利方 我愿你流而上 与他心眼心 不难前有闲堂 道路去正乌云 我愿你流而下 找寻他的父亲 却见仿佛一心 他在水中 他在水中处理 谢谢王力为我们演唱的这首 在水一方 恭喜耶果 对 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还好了 没有说水利方 真的 第二首歌究竟是什么呢 来 请按下门链 来吧 加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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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菜招 你们都不说嘛 答案 谁不能说 我们这有规则 不能提醒 那他们在这里干嘛 他们在这给你鼓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兴奋啊 哎呀 真出来了吗 继续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年节的日记 哎 继续 明天你是否还点击 才想起同桌的你 同桌的不一定是你 但是同桌的他 更名叫同桌的他 到底是不是 同桌的你 同桌的你 哎 这有故事 我能讲吗 你一会再讲 你的故事太多了 我觉得 对不起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看门大记 好 我也是偶然翻唱片 才想起同桌的你 谁去了多愁伤感的你 谁看了你的日记 谁把你的惩罚盘起 谁给你做的假意 谁给你做的假意 喜欢跟我在一起 喜欢跟我在一起 每时偶天总是很烂 日子总过得太烂 你总说明也要摇摇摹起 转眼睛 转眼就各奔东西 谁遇到都重想看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看了我给你写个心 谁把他丢在风里 欢迎新年歌手丁绍华 欢迎你丁绍华 太棒了 恭喜你 野果家庭梦展示 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那不够 你刚说这首歌跟你有点故事 真是有故事 那个时候我很小 没有自信 六岁嘛 小雪 六岁 六岁的同桌你都记得 记得 他是叫Dashak Danchen 然后呢 那个时候 他比较聪明 我没那么聪明 然后我们在一起就特别的开心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没有牙齿 我就 然后我欺负他 然后他欺负我 然后我们的父母呢 都开始已经叫朋友了 但是后来他就去另外一个城市 然后就不见了 转学了 就失去联络了 没办法跟他联络了 然后我现在找不是有互联网吗 找他的名字 他可能结婚了 然后他的姓不对 但是你哪名字找你找不着 所以我听这首歌就 哎呀 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记得 进发闭眼 然后一直哀笑 特别哀笑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 一笑就没牙 然后一首歌勾起了耶果 儿时的回忆想起了同桌的他 是 这种感觉挺微妙的 既想找到他 又怕找到他之后 他的生活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 他可能又老公了 对不对 当初来中国 你还记得是出于什么原因 你为什么来中国 那个时候 我朋友在乌克兰开了一个中药铺 卖中药的 是你们叫什么冬草夏 冬虫夏草 什么 冬虫夏草 然后他就是相信中国非常的好 他一切都好的 等于我说你去中国绝对找不着一些 就是我们在乌克兰能见到的一些毛病 或者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然后就说你一定要去中国 首先是被中药吸引了 然后对 因为我吃了那些药 我身体很就感觉特别的好 那你现在还去中药吗 是 受得了中药味吗 哎呀我喜欢 你喜欢中药味 真的 我大叫是大红炮 大红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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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茶吗 不是 就是那种嗓子疼的时候 主持人应该知道吧 胖大海 胖大海 对胖大海 大红炮胖大海 我们吃的时候 对 吃的时候不看名字 胖大海 胖大海 感冒的时候吃什么 感冒的时候就 哦 巴兰庚嘛 巴兰庚 巴兰庚制得你拥有 还挺熟 看来这位乌克兰的朋友是 闻着那中药的味儿 一路飘到了我们中药 对 挺好的 咱们别忘了重要的事儿了 咱今天是来开门的 聊差了 第三站门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下满灵 谢谢长河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一二 咱们来自新疆的小妮应该很熟悉这首歌吧 嗯 这个你知道吗 咱们来自新疆的小妮应该很熟悉这首歌吧 嗯 我非常喜欢新疆西北 嗯 我们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呢 去到哪里 去到新疆 然后我等一下跟你说怎么去的 好吗 听到了这首歌我特别喜欢 叫在那遥远的地方 确定吗 我确定 你确定吗 掌声不够热烈 来 好嘞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吉 好 哇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不了她的长方 都要回头 她那粉红的笑脸 她那粉红的笑脸 好像红她一样 她那美丽 我听说过这首歌是网络宾改编的 对王洛宾改编的 但是她可能以前是就新疆人写的 可能是本地人 新疆的名歌改编的 然后我特别喜欢王洛宾 喜欢她 你应该很熟悉吧 嗯 王洛宾在中国呢是有名 但是在国外也非常有名 哦 是她在法国呢是在法国的大学 嗯 学音乐的人会学王洛宾的歌曲 嗯 你别光说啊 啊 王洛宾的改编的歌 王洛宾创作的歌 你还会哪一首 半个月要爬上来 你呢 爬上来 你呢 爬上来 你呢 我们一起唱 爬上来 我觉得她不管唱歌唱怎么样 她特别有喜感 而且非常有表演天赋 对吧 谢谢 所以你现在也在演戏 对啊 我喜欢呢 演戏刚好这个王洛宾呢 我是通过拍一部电视剧 叫歌海晴天 嗯 那里面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演的一个中美的混血 哦 然后呢是为了完成论文 我去西北探访王洛宾 去了解他去的地方 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好的歌曲 然后呢 去的时候 就说各种各样的故事会 会发生 演的是男一号男二号 男二 男二号 那你在这分量不轻啊 分量三百场戏 哎呀 别吓死了 低调 野果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 三千元 好 谢谢啊 掌声送给野果 三千元刚好够我一个 就是父亲还是母亲带过来 三千块钱 够了单程 单程对 对 还差的远呢 继续走吧 继续走 接下来是五千元第四扇门 请按下门铃 好吧 你玩够了没 对对对对 你还玩挺开心 很显然这首歌你知道对吧 呃 我特别的熟悉 什么歌 嗯 什么歌 啊 对了 我能不能问我朋友的这个意见吗 嗨 连线第二现场 谢谢 看看亲友台有没有靠谱 今天我们这个亲友台还是挺靠谱的 因为这位美女她说她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就哼出了这首歌 这是提前预知还是心有灵溪啊 应该是心有灵溪吧 你听到的是你能说出答案吗 什么歌 我想一下应该是那个无地自容吧 Come on come on 无地自容 无地自容 好 我就能模仿八格学舍嘛 无地自容 是吧 无地自容 无地自容 确定是这个答案啊 自容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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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试一下 相信挺有的 对啊 我只能说无地自容 无地突嘛 无地自容 到底对不对 谢谢 谢谢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七 yes 对了 是无地自容 对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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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要严肃表情 人潮人海中 有你有我 相遇相识相互中 我 我 人潮人海中 是你 是我 抓索成海面的笑容 你不必过分多说 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 更不必难过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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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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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啊 我们是讲学镜不是很多 然后父母也也也就说你你是已经长大了吗 你靠自己吧 不是父母这么说吗 后来有一个群头 呃就是找拍戏 群头是什么意思 群头就是找群众演员的演员的一个 叫群头头一回听说啊 对 然后呢 能不知道吗 嗯 然后就请我们去拍戏 做群众演员 嗯 然后呢就是拍有八个小时 才给点钱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一次特别的深刻就是 我们去一个 我无锡 因为我有个监狱 我们就是做保 不是保安 然后下雨 我们看 我们就跟我们说的嘛 拍一场戏给你四百块钱 哇开心 到了那里 开始下雨 一场戏就是打戏 打了八个小时 然后我们是 还好我们走路 这个拍的可以 我们那个时候要求就是站着 站着 哎呦 站八个小时 对 然后下雨开始有 呃就是到底都是水 嗯 然后很冷 因为中国很特殊 喜欢冬天拍 夏天的戏 夏天拍冬天的戏 我发现确实有这样的道理啊 有吗 确实是 那个时候拍夏天的戏 呃 这不是找难受吗 对对对一月份 然后 然后 赶进度 嗯 他是湿冷 对吧 南方嘛 受了特别大的苦 妈呀 都快感冒了吧 那个时候 呃呃 我差点死了 真 你别说的那么夸张啊 是真的 呃 那个时候因为感冒嘛 我觉得没有大事儿 就喝了一下反冷羹嘛 嗯 后来舒服了 到家 呃晚上我这个温度 呃提提温嘛 达到了40度 嗯 然后我开始呃 呃 抽出 抽出劲嘛 抽出 然后呢 那个时候真的很可怕 现在就啊 哈哈哈哈 就想笑嘛 我室友睡睡睡睡着 如果我室友不在家里 我我就看他说 他是一个来自阿拉伯的一个小伙子 我说 我真的 真的不行啊 真的不行 跟我冲一下那个 就是 感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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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我冲了 然后把所有的把自己的衣服都给我了 把自己的被子给我 那个时候呃 呃 体温下降了之后 38 38度 呃早上就好很多了 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 动死 开始多死 然后就你你没办法控制自己 真的耶果半开玩笑的回忆这件往事 但是那个时候吃的那些苦那段经历多可怕 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 爸妈知道这事吗 没有 完全没给他说过 第二天呃 因为每天妈妈会打电话 我就会说妈 我没事 没事 这个呃 拍完戏 挺好的 挺好的 挺不容易的 然后妈妈说你你 但是妈妈心里知道 所以耶果现在在中国稍微站稳了脚跟 状态越来越好了 收入也高了 才敢把爸爸妈妈说 我接到中国来让他们看看你的生活 对吗 对 因为之前肯定不敢 报喜不报忧 呃 虽然爸爸妈妈需要了解你更加全面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孝顺的一种表现 是 而且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外国人 外国演员在中国是一种稀缺资源 他们肯定都会赚很多的钱 都不会像中国的群众演员那样吃苦 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要摸爬滚打 一步一步的走上前 先看看这扇门能不能打开 但关键是你自己要不要去 第五扇门 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是这样 五千块钱是 刚好一个人往返的机票 嗯 你自己决定 没有求助了 一次求助的机会 按 没事 我觉得这样 你是我丢了五千块钱 呃 严重但是 没有那么 没有我得了一万块钱那么开心 第五扇门 请按响 门铃 大家看好他吗 加油 叶果 仔细听啊 哎呀 我为你一把 回来了 回来了 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 大闪圈 你那你演的够好的 不是 真假的 唉 不知道 吓死我了 等一下等一下 名字想 边 是王峰的歌 什么歌 边 边走 边唱 终于给挤出来了啊 容易吗 到底对不对 是五千变一万 还是五千变零蛋 不行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门 大 起 耶 成功 什么也 什么也 啊 我失望光了 好 想一只六十年 的福德 他终于是继续 像风滚燥的内花的荒野上滚动 像吵醒着在寂寞的广场上呼喊 像一首歌从沸腾的街道上滑过 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 我只想朝着远方 边走边掌 歌唱着声音来避陷迷惘 谢谢 太棒了 是王峰吗 是谁啊 谁啊 你都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谢谢傅宇给我们带来这首边走边探 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站稳了 恭喜你已经积累到了一万元 谢谢你 你刚才真的把我吓坏了 一万块钱 爸妈妈能过来了 来回机票有了 五千块钱 刚好爸爸妈妈来 然后其他的反正就住我家嘛 没事 其他钱不用再凑了吗 多少钱 现在是一万 第五扇门 第六扇门如果您打开的话 就是一万五千 再加五千 五千块钱开可以给他们请吃自主餐吗 你就请爸妈吃自主餐 吃烤鸭 怎么办 相信我走了 你怎么着 我觉得 就是王峰的这首歌 就是算是缘分 我怕缘分第二次不来 人生只有一个缘分 对吧 对对 中国的文化 了解的还挺深 行吗 这缘分对你来说 你觉得只有一次 我倒不觉得 我觉得 你跟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你来到中国发生了那么多故事 你在这里也成长了 也收获了 我觉得这缘分 永远不会近 不会断的 在你今后的 你才二十几岁 二十五岁 所以在中国接下来的几年里 还有更多的美妙的缘分 和奇遇在等待你 行 所以你的决定是 见好就收 回家 回家 好吧 恭喜你 获得了 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 常喝气色好的 会员桃果肉 为我们选手提供的 家庭梦想基金 耶果你真的好棒 我们都特别喜欢你 加油